這個公投是一條真正民進黨會怕的路 那我們好不容易從荊棘之中 摸索出這個道路的時候 我們一個人是走不出來的 我們要所有的民眾跟著我們 手牽手把這條路大盜把它坦途走出來 只有這個樣子的 我想民進黨它才會怕 人民的參與是貪婪的政權最害怕的東西 這個比如說很多好朋友很著急 這個抱怨比如說 國民黨怎麼不夠力那個不夠力 沒有我跟你講就做就對了 找出方法不斷試探的人 他最後一定可以獲得成功 因為這個都是大家沒有面臨過的 台灣的一個困境 你台灣這麼多年來 你也沒碰過有一個民主時代之後的政黨 可以這麼的不顧民意 我們講這麼的歡 我覺得根本就沒有不符合 一個民主政黨的標準 所以我們在摸索中我們找出來 包括強哥在歷次摸索中也找出來 這個公投是一條真正民進黨會怕的路 那我們好不容易從荊棘之中 都摸索出這個道路的時候 我們一個人是走不出來的 我們要所有的民眾跟著我們 手牽手把這條路大道 把它坦途走出來 只有這個樣子的 我想民進黨他才會怕 才會感覺到說有壓力有威脅 他才會改 人性都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給他相互的制約 他就會無比的放縱 到最後呢 是不但毀滅了我們 也毀滅了他自己 你毀滅自己就算了 你不要把人民也毀滅掉 這才是我們擔心的 所以在民進黨毀人又自我毀滅之前 我們必須要扮演一個 懸崖勒馬的角色 我們看到懸崖在那邊 我們希望把這個勒住 為什麼 因為他上面帶的是我們 他這也是人民啊 不要跟著我做黑跳下去 我就慘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12月18號 大家的民主意識要起來 不要說不差我這一票 人民的參與是貪婪的政權 最害怕的東西 所有所有跟人民做對的政權 最害怕的就是人民的覺醒 那希望你們呢 這個都不要管 好像這個迷幻一樣 忙著做自己的事情 最好對改變現狀的不抱希望 這樣最好 因為你們越不抱希望 他們就越囂張 所以有動能動起來 絕對能夠改變我們不滿的 現代的這樣的一個現狀 我剛剛在開車來的出發 看到我們的那個 藤縣講的東西 我就是很欣賞 藤縣講過一句話 他你真的讓我 對國民黨的這個年輕人 還有年輕化的腳步 攔起一絲絲希望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你那個時候 在黨中央的記者是 講過一句話 就人家在質疑 我們國民黨的年輕人 是因為利益 所以被扣去的 什麼便當啦 還是領公讀生費啊 你就講說 我們不是利益買得動的 因為如果我們愛利益的話 我們就會去民進黨啊 民進黨利益更大 你這樣講的 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講超好 然後我也覺得很感動 就是說 你的這個說法 會讓人家相信說 還是有人會因為理念的關係 或者是說 認同說 有一條路叫 理性溫和包容 不是民進黨這種 撕裂沙文霸裏 那這個我們講說 得不顧必有的 是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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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